美国的选战 台湾的朋友有一个名字 大家从此刻应该稍微更加留意 因为在未来的媒体当中 他出现的几率会越来越高 谁呢 Andrew Young 杨安泽 台裔 不过他是在美国出身长大的 所以才有资格选美国的总统 他为什么要引起大家注意呢 是因为他现在 从民主党 现在党内的初选 是一路过关斩将 已经是过了第三轮了 有人说他算是异军突起 因为之前完全不被看好 那我稍微跟大家做个介绍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 布朗大学文学师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戴的帽子特别有趣 因为一个亚裔戴上一个MATH MATH 大家就马上联想到 亚裔就是数学天才 但是MATH的字呢 其实有两个意思 包括了 Make American Think Harder 让美国人更认真去思考 然后就可以Make American Truly Happy 就可以让美国人更加的开心 好 他提出的证件当中 我个人觉得 大家请到专家 我个人觉得是所有 这次在不管是民主党 党内的初选 或者是他的今天对手当中 算是有创意的 因为他真的提到一些 过去网没有听到的一些证件 包括什么 他说要给所有的美国成年人 无条件收入的基本保障 一个月1000块美金 那有人就说 你根本就是撒钱 但他提出的想法是 美国有这么多的大企业 像Amazon这些 是抽不到什么税的 那为什么不在 消费者去点击他们公司网站 或者是去订购的时候 每一笔订单都应该 按照这些次数来 抽一点税呢 这个东西是蛮创新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的很多一些想法 或许台湾的候选人 都可以拿来做一个借禁 那他还讲到说 For everything there's a young 他把自己跟这个川普 做一个比对 只要有阴就有阳 他当然是阳的那一块 现在看起来 虽然身为一个少数族裔亚裔 但在美国的 这次民主党的党内初选 蛮亮眼的 老师你的观察 为什么他可以突起 我觉得他会突起的 主要原因还是他的idea 他的政见 那么基本上他比起这个 桑德斯来讲 或是Elizabeth Warren 华伦女士参议员 来讲的话 他做的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他对中间的选民的一些 尤其是民主党里面 比较没有那么左的选民 他是有一些 在政见上面 会引起大家关注的 知识民 对 另外就是他的政见 有一些独特性 而这些新的一些思维 刚刚主持人讲说 台湾可以拿来做思考 我觉得 其实就我理解 大家都在watch他 就是说 杨安泽的有什么好的政见 大家可以在台湾也可以来做思考 因为他讲的不是吃人说梦 但是他本来就是数学方面的专家 又跟金融非常了解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真的真的是 美国的 美国有一片广大的 voting block 包括白人的 包括农业 包括Rusty 叫做生锈 对 生锈州 他们确实对于就是工业革命4.0 5G 未来的发展 确实看不到未来自己的就业机会 或者是他们的job会消失掉的那种危机感 所以对于杨安泽所提到的 一些基本生活需求的国家保障 就产生了一种憧憬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做 应该会比较好 当然 共和党里面会有很多人反对 包括他自己党内对于 就是说会不会增加人民的惰性 过度依赖政府大政府主义 这些其实那是政治系里面去辩论都可以 但是我就以政见本身来讲 他对于选民 尤其是民主党中间有很多中间的 或者是人数不少 但是对于未来充满危机感的人 确实是亮点很大 政策具有吸引力 简单来讲 那包括他自己个人的魅力的部分呢 虽然说是亚裔的一个联口 但是在刚刚很多中间的这一块 其实是相对具有吸引力的 我顺便再做一个解释 他是一个愿意千块美金 有人说会增加人类的惰性 就不工作了 但他有很多的研究的佐证 说人当你有一个基本的可以吃 可以住 不用去担心的时候 你会有动力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威英你怎么看 这Andre Young 他的一个崛起 显然太乐观 显然太乐观 我跟你讲 瑞士刚有一个公投法 就是Basic Income 结果瑞士人否决啊 大部分人都反对啊 所以瑞士人还是很实际的 因为你去算嘛 一个人一个月一千 一年一万二啊 那美国三亿人口来算 就是三兆六千亿美元 这个财政收入你从哪边来 他刚刚就讲说从很多 像大的企业 至少不可能嘛 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还有一个说法 我跟你讲是因为他现在还不重要 所以人家懒得骂他啦 懒得骂他啦 因为根本不可能实现 马荣那些加起来 电商全部加起来 也不可能磕到这种 但是我认为你也是一个政治人物 身为像杨岸祖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在美国是一个亚裔的面孔 而且他可以大胆的提出一个 每个人给一千块这种想法 是共产主义的想法 美国现在批评他就说你这个 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 是要自己赚钱 这个也不叫共产主义 你每个人都发现 不就是社会主义了吗 这应该是西北欧 本来就有人这样想 他有答案的啊 他说我是以人为 bonus 资本主义 那他前面讲的叫做 freedom dividend 他说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生活 所以他的主要的财源有两个 一个就是消费税 就是value added tax 那另外一个才是 劫富来祭贫 美国消费税已经10%了 你还要高到哪边去 我在纽约生活 以前我一年半年 是给美国政府做事的 可是我觉得你从仔细看的话 就是亚裔人口呢 在美国的比例 大概一直都是在3到5之间 看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州 犹太人也是3到5 可是他们在美国政治的影响力 是非常庞大的 而亚裔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对于华人来讲 我们记得的是谁 我们记得原来的赵小兰 他主要还是因为 他老公 我不好意思说 他主要就是因为 他是那些灰头发的白人 觉得一个好好的 很好使用的一个样板的女性 那另外呢 洛家辉是真正选出来的 那很多人期待他能够更上一层楼 但是他直接就碰到了这个玻璃天花板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的真正的亚裔的华裔的 能够进入到第二轮十个人辩论里面有份的 我觉得不能低估Andrew Young 不管他今天成功或失败 他都把那个天花板往上再推了一点 而且是在特朗普不断的在丑 丑化中国在丑化中国人的时刻 丑化中美关系的时刻 他去冲那个天花板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当他碰到了这些 不是他是台湾人的 对可是就是对于大家来讲 就亚洲人嘛 你在美国的这个大结构里面 就是亚裔西裔 你不要把它放得那么小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冲破这个天花板是很有意义 那虽然说他能不能够再继续往前走 很多人很怀疑 但是他有效的能够把他的议题 成为众人讨论的议题之一 我觉得已经算很重要了 不过他的议题因为有了 Universal这个Basic Income 就是Freedom Dividend 再加上他还有全民健保 所以事实上呢 财政上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他虽然是一个是非常好的数学家 到最后算起来老百姓可能还是有点疑虑 我可以再做个补充 他对于大家 质疑他的社会主义发现的一个说法 他说这个其实在美国 早就有阿拉斯加 他就要做做居民红利 对 因为当地你挖了这个石油之后呢 就等于把所有的红利 发给居民 因为阿拉斯加有石油 对他就说这是个bonus红利 今天请到 澳门不是也退税给居民 对 他们那个 新加坡也做过这样子 对啊也做过这种事 所以他就可以把那说法给打掉 我来带你看 自从他渐渐受到重视之后 当然攻击就随之而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美国的媒体怎么讲他 他说有一个电台的主持人 说这是一个亚洲的小家伙 不管哪来的都应该回到 回到中国或其他地方 其实Andrea Young的父母 其实来自台湾 对 这位民主党人想要以18岁的上美国 每个月获得1000块美金 这是共产主义 我们可以把它送为他自己的地方吗 让他回去那个地方 发送免费的东西 他为什么来这边呢 把美国当成他当初要离开的地方 反正这种歧视一段就出现了 我今天想请教倩姐 因为你身为当年最年轻的 ABC的副总裁 而是亚裔 亚裔在美国社会被歧视 不是新闻 林苏豪当苏打NBA的时候 教练不用他 就是因为先入为主 你就是亚洲人不会跳 然后不会打篮球 他自己就跟Andre Young一样 他是在球场上面 打出一个天花板的新高度 那Andre Young是来政治圈 我当时请问 在当苏 我先问这样好了 Andre Young目前在媒体操作上面 你认为你在过往美国媒体服务的经验来讲 算成功吗 然后你自己的经验本身 可以不做一些分享 大家想想Andre Young 他是所有的候选人里面最没有钱的一个 大家算他最多的财产是200万金 很多人算他是80几万 所以在一个没有钱的一个穷小子 然后再能够进入第三轮的辩论 电视辩论 我觉得他是非常成功的 只是说你会发现 媒体没有把他的议题 做更高更大范围的处理 那当然有人说 因为没有人跟他捉对厮杀 所以你没有那个互相交火的 我觉得在美国你碰到的所谓的 对于任何国家的负面的刻板印象里面 有两种 一种就是直接说 你不属于这里你给我滚回去 那等到排华声浪起来的时候 或反中声浪起来的时候 在路上的中国人 台湾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包括以前我们在停车的时候 在停车场就有人就说 你go home 你回家你不要来占我的位置 那越低阶的人 越容易有这种直接的反应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犯形式的思考 譬如说当我在念书的时候 他们会认为 华人就应该是 最好的就应该是餐馆老板 比较不好的话 你可能是一个洗衣店的老板 没有 洗衣店是韩国人 在我去念书的时候是很久以前 在1980年 我第一次去宾州州长的圣诞晚会 他看到我 有人看到我 他觉得我看起来有点水准 其实我是学校代表 我代表了费城的U-Pen去的 那那个人就问我说 我不记得你到底是哪家老板 哪一家餐馆的老板 因为他觉得我看起来不像是个洗衣店的老板 所以就是说那种刻板印象 就是华人只能做什么事情的这个刻板印象 其实是阻碍很多人的隐形的天花板 那今天的Andrew Young 不管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效果是庞大的 因为他在美国最容易产生排华的心态的情况之下呢 让人家看到一个受过非常好教育的 讲话起来条条有理的 他谈的事情是有本有据的 这么一个候选人 他就算选不赢 他在媒体上所创造的正面形象呢 就已经赢了 我想请到在ABC你家服务的时候的经验 有受到很多像这样的一些歧视的言论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的公司非常的公平 所以给了我很快速的升迁 在几年之内呢 就获得别人可能要二三十年 才能够得到的那种升迁的机会 但是在我工作有一年 看过一部电视剧 里面有一个讲着杨金斌英语的越南移民 那时候我就跟公司就大吵架了 我说你如果用刻板印象觉得亚裔移民 都是杨金邦的英语 那你把这个人当成刚来的移民 他是扫地的我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他已经可以 到当学校的副校长 受过一定教育了 他还讲这样蹩脚的英语 就是你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我讲的故事意思是说 歧视有的时候是很微妙的 是他怎么去想你这群人 他看到一个台湾来的人 他觉得他一定是怎么样 中国来的人他一定是怎么样的 那个刻板印象 才是最可怕最深的歧视 其实川普他老婆搞不好还讲 斯洛巴尼亚 腔调的英语 其实他台湾的英文 是有一点点腔调 对啊 其实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就是 在美国念过书大家就知道 如果比较低阶层的话呢 没办法 他的口气跟台湾就是那样子 但是有知识的一些美国社会的人 你跟他最好的方式就是 距离力争 你要讲你有评有据 他们会买单的 不论可以走得多远 Andre Young 至少这一次在美国民主党内的初选 让亚裔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刻板的一些印象 有改变的机会 我们下期视频会回来期遇到 我们下期见 我 我 好